那我们再来说的一个问题是哪个问题呢 我们再来往下说之前的话 先把咱们刚才那个遗留的问题 比如说那个Postman怎么安装的东西 先给大家说的 我把这个东西发给大家之后的话 大家如果要进行安装的话 那这个东西呢 无论你是在Windows里面 还是在Mac里面 还是在Ubuntu里面 通通的都能去用 原因在于它是一个浏览器的插件 那是哪个浏览器呢 大家现在使用的浏览器 是不是都是这个Chrome浏览器啊 应该都是Google的吧 所以就是它的插件 那我们在去用的时候怎么去用呢 你首先在一个文件夹里面找到 然后呢把它进行一下解压缩 你把它解压缩之后的话 能够拿到一个文件夹 然后呢拿到一个文件夹之后 你现在看一下 比如说我刚才就在我的这个桌面当中 解压缩了 解压缩之后的话 你把它点开 这里面就是所对应的那箱的代码了 我们现在呢不去看它 而是怎么造作呢 回过头来 在我的浏览器当中呢 在你的右上角这里面呢 你把它点 这里面有个共同工具 然后呢这里面有一个叫做扩展程序 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的话 然后呢你怎么办呢 上面默认情况下 这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是没有勾选的 你把开发者模式给它勾选看 勾选上之后 然后呢去点击这个地方 加载以解压缩的这样一个扩展程序 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的话 然后呢你在这个目录里面去找你刚才解压的东西 刚才我解压出来之后呢 就是放到桌面里面来了 所以刚才桌面里面就是一个hostman 你在这里面一定要去注意 如果你解压缩出来的那个目录的话 你把它点开 点开之后如果底下还有一层叫做hostman的话 你一定要去进入到底层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东西选择目录的话 选择这个目录里面的内容就直接是这些信息了 不能再有欠到东西了 所以你要去选择这个东西 然后呢把它选中 选中之后呢点击一下选择 点击一下选择之后的话 回过来你在这个地方呢 就会出现了这样一个postman的标志 这里面有一个启动 还有一个相对于的一个东西 有些人的浏览器里面可能会抛出了一个东西 有个叫做警告 这里面可能会有一堆的文字里面写警告信息 那些警告信息不用去管 没有不作用 它只是说当前的这个版本可能稍稍的有点老了 这样的东西 那你安装完成之后的话 你在这里面去点击启用 点击完启用之后的话 这个东西呢就能够运行起来了 就能够运行起来了 就是关键的点 你这个东西一旦运行起来之后的话 大家第一次在点开的时候呢 会发现这里面会让你输入用户名跟密码 让你进行注册 你要注意这个底下的话 你仔细看 底下有个叫做scape这一步 就相当于直接 straight的跳过 你可以直接去点击那个文件 应该是在这个位置上面 有那个东西 你直接点击它 然后跳过注册 就会进入到这里来了 进入到这里面之后的话 那你无论是在你的windows当中 还是在你的这样乌版图里面 你都可以回过出来 去找到你的那个任务的那个地方 然后呢 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去点击一下 锁定到你的那个地方 相当于如果你在乌版图打开的话 乌版图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那个打开那个程序的列表啊 所以你可以找到postman的标志 然后在这里面右击 里面有一个锁定到这个地方来 所以你把它锁定到之后的话 那你日后呢 哪怕不开浏览器 单独只开postman 也是没有问题的 postman可以离开浏览器而独立运行 这是我们所说的 它的一个安装的使用方法 安装的使用方法 然后再给它一个安装的使用方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